大家好 通常呢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会吃到一些比较硬的蔬菜啊肉类啊 人类呢吃东西呢 除了吃到填饱肚子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能够吸收当中那些蔬菜跟肉类的一些营养成分 如果那些菜或者是肉链太硬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我们不需要把这些蔬菜吃进肚子里面 但是我们需要吸收它的其中的两份 我们可以把这些蔬菜呢 搅烂这些蔬菜的之后呢 你就吸用吸的方式来吸取这些蔬菜跟肉类的营养 那么就算你之后没有吃进肚子 把这些蔬菜吃进肚子 但是当中的营养你已经有吸收了 看这么多的电话费电话单是不是很麻烦呢 那么今天其实你只需要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卡片 透明的卡片 之前是A4纸的 那么我现在把它剪成一半 然后呢 就在 中间呢 做一个记号 在这里 然后 好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记号上面打两个洞 好 两个洞 好 打完之后呢 啊 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水电飞啦 就放上去 就这样子 然后再加多这个 好 把它固定 把它固定了 那么之后就好了 这样子就 弄好 一张 啊电飞啦 电飞蛋啦 那么如果你有很多张的话 你可以重复这样子做 那么 之后呢 这些东西就会比较齐全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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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处理 啊 也比较整齐 通常呢 我们 用这个 这些刀子的时候 我们 随便都 很多人都随便放 但是其实 好 我的见 我的看法呢 就是说 当如果你拿 我的刀子呢 摆放的方式呢 最好不要 然后 这样子 就是说 它的那个 锋利的部分 面 面向在我们 这样子 如果不小心 我们的生命 会受到威胁 那么其实我们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 好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再放 然后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 背部 面向你的 你的身体 那么 你在切 东西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 安全一些 还有就是 如果大家要切东西的时候 你们的手呢 不要这样子放 你不好这样子了 因为 一不小心 你会切到你的手 那么你要怎么做呢 就是 你的手 要 弄一个弯 一个U 好 这样子 那么当你切了些时候 你的手 就没那么容易 被弄上了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那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马行 马行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再见 都倒顾 че便 可行 kamu 出席 超男便 mit 谢谢 谢谢妈